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5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重病处理 张医师 请您开始 好 好 可以 十一 重病处理 观察症状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极为重病 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处理上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此集先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用于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以改善热能不足 再按推症状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并以外热源温敷原始点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应按推幻处痛点 并以外热源温敷幻处 如此既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又可使将之温热效果得以持续 且在病情需要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增强为热敷 在日常生活中 还要通过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积极地把心情及体力调整好 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 如此诊疗才能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以上处理方法 除按推数医疗外 其余方法 皆属保健 可见重病处理是手重保健 一级通过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热能不足以保命 其次才是医疗 一级通过按推解除体伤以治病 此外 不仅要尽量避免侵入性治疗 及任何含量性药匙 还要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及空气流通 如此既有助于修复体伤 也有助于果固疗效 重病处理 这一篇一开始 就是先界定什么叫重病 什么叫轻重症 那重病就是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就是重病 如果没有体力虚弱 病症出现 那极为轻重症 那我们这一篇今天要谈的就是 重病的处理 那很明显的原始点的诊断是 一定要通过观察症状 所以从症状来分别疾病之轻重 那有体力虚弱病症就表示 患者的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在诊断与治疗上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重病一定处理上 应该要以热源为主 也是外内热源 这些为最主要 那配合什么呢 配合按推 及其他保健方法为复 那热源原始点 最强调的是姜粉 姜粉泥还有姜汤 它可以直接就用在体伤位置 温暖组织器官 来达到我们改善热能不足 所以这一部分 也是原始点非常强调 那用于体伤位置 当然前面也有讲过 如果内热源的使用 还可以灌肠 甚至喷鼻 然后还要可以喷咽喉 甚至阴道 这些种种都可以 甚至还可以用姜汤 清洗眼睛 那这样来达到温暖器官 那重病在外热源使用下 一定是大面积的温敷 这样热能才容易进去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热源处理好了 那我们再配合按推 按推这个 一定当然是以大开关 原始痛点为主 如果按推还有加上温敷原始点 之后如果按推没有立即改善 那这样就可以判断是患处体伤 那这个要进一步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 然后以外热源温敷患处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都已经介绍过 这里只是在复习一下 那如果这样 在热源能够进去之后 就可以进一步推动组织器官 恢复正常运作 那如果这些外热源的温敷再配合姜 那姜的温热效果也可以持续的 甚至更深入的被皮肤吸收 还有喝进去的再配合外热源 会相得益彰 那这些使用上 要看病情的需要而定 然后还要观察 患者是否能承受 那如果他能承受 这些温敷还不够 能够达到解症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增强为热敷 这个在临床上 我们也常常遇到 比如一般我们外热源的温敷 最常用大部分是 三十七度以上到四十一二度 但有些患者这样温敷还是不够 所以可能还要加强 加强也有人甚至还有用到 四五十度的温度以上 患者才觉得舒服 所以这个还要因人而异 但一切都要以患者能承受为主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热源温敷如果能够配合运动 他的热还可以再持续 吸收的效果也会变得更好 当然除了运动 会帮助我们吸收热源 让组织器官运作更顺畅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 生活上要规律 不能熬夜啊 一定要有充分休息 那观念也要清楚 还有心态上 也就是情绪不要起伏太大 这样你就可以把体力跟心态调整好 那这样我们身体就可以提升 我们的免疫力跟致疫力 这样才能够达到加速 这样的诊疗才能加速疗医疾病 那我们处理重病患者才能转为为安 好以上都是在介绍一些处理的方法 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 这些方法除了按推属医疗外 那其他的包括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 运动等 都是属保健 那外热源 外内热源更不用说了 所以可见处理重病是以保健为主 我们看下一页 保健前面也介绍了 这里只是做一个结论 就是要通过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来改善热能不足以保命 所以重病重点是要先保命 其次才是解症 所以我们常常说 在重病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患者的体力 如果没有保健只是一味的医疗 那这样情况会变得很危险 譬如身体很虚热 有些患者还在做化疗 甚至还进一步要进行手术 那这些破坏人体的 还有含粮的消耗热能的东西 会让体力进一步下降 热能严重消耗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有热能则生亡 无热能则亡 所以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生命很可能会走到终点 那即便你手术肿瘤也割完了 也没有肿瘤了 但你要的达到了 但命没有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重病处理上 一定要特别强调 原始点是以保健方法 来把 来改善我们热能不足 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密 那除了这些热源的使用之外 还有保健方法 那我们还要注意按推的重要性 因为患者身体上一般都会有很多症状 那如果没有通过按推 是不能解症 所以两者在原始点一定要互相配合 那按推热源做到比较完善之后 还要注意就是刚刚讲的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比如说侵入性治疗含量性钥匙 还要怎么样呢 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 我也常常看重病患者 有时候居住环境 整个窗户都 都关到密不通风 然后进去就感觉很闷 你想想看 这样患者身体会好 所以这些居住环境 也是一个很重要因素 如果都能做到 那这个会有帮助于体伤的修复 也有助于巩固疗效 这是第一段重病处理的一些介绍 那详细的最重要 既然热源重要 那我们就先来介绍 外内热源 好我们看下一段 一 外内热源 处理重病患者 必须外内热源并用 外热源包括太阳光 温酒 热水袋 红豆袋 暖贴 各种电热产品 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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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汤等 其中姜粉 姜粉 姜汤 可大面积涂抹 或喷体伤位置 借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内热源 包括姜片 姜粉 姜粉 姜汤 生片 生粉 生汤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喵 咖喱等 可将其作为调味料 应用在饮食 使任何食材 都可煮成温热性食物 以令身体将其吸收 转化为热能 其中姜粉 姜粉泥 姜汤 不仅可单独服用 以全面改善体质 还可藉由 灌肠 清洗 喷 或滴鼻腔 口腔 眼睛 阴道 使其直打患处体伤 直接温暖器官 且在病情需要患者 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肤 增强为热肤 例如 将姜与辣椒粉 越细越好 或辣椒加花椒 所熬煮之浓汤混合上 使用 使姜之药性 由温转热 又如将电热器 或电毯调至高温 总之 外内热源之姜 不仅要用于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还要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处痛点 以及其他外热源 如暖贴 红豆袋 电热器等 并在生活中通过运动 休息 及良好心态 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但法无定法 所有外内热源的使用 仍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这一段是记上面第一段 承接下来的 他只是讲得更细一点 比如什么是外热源 什么是内热源 那外热源就几株 比如一系列什么太阳光 温灸 温热水带 这一系列下来的都属一 那外热源的应用 我们看下面 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 我刚刚讲的 重病处理一般是以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为主要 那作为外热源 他就可以大面积涂抹 还有喷体伤位置 藉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好 那内热源呢 内热源这里也做了一系列 介绍 这里也有 除了姜以外 还有介绍生片 生粉 生当 还有辣椒 花椒 胡椒 还有咖喱等 这些可作为调味料 运用在饮食 这个等一下后面 在饮食篇也会谈到 我们继续看下面 作为调味料 作为调味料 它的目的就是 我们不管用任何食材 比如我们知道 很多吃素的人 他很多青菜都是寒凉的 如果不懂方法 没有加一些温热性的调味料 就是我们前面举的 这些 那很可能 他吃的都偏移寒凉 长期而言 对身体还是不利的 所以要善用 前面我们念过的这些调味料 来加入食材 然后组成温热性食物 这样就会帮助我们身体 很容易吸收 而将其转化为热能 其中特别提出的 就又是姜粉 姜粉和姜汤 它不仅可单独服用 以前面改善体质 还可以怎么样 改善局部 比如说它可以借由灌场 清洗眼睛阴道 还有喷鼻腔口腔等 使这些热源直达患素体伤 直接温暖器官 所以这已经又进一步 如果跟中医比 它又更进一步 比如说中医的爱调 它不能前面改善体质 那相当的外用 就可以大面积的涂抹 来改善 那内热源呢 一般服用中药 各种中药 它虽然可以改善我们体质 但我们这里更细腻的 除了可以喝龙姜汤以外 来改善体质 它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借由一些灌场 清洗喷 或低鼻腔口腔阴道等 能够达到局部的 患素体伤的位置 这也是中医 比较没有办法达到的 那这个也是 如果说是对中医的一种帮助 让他们可以更全面 可以改善过去的一些方法 来达到比较加强 内热源的局部性的温敷的话 那原始点这一点是做到的 所以它可以直达 患素体伤直接温溶器外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在病情需要前面也讲过 温敷是可以增强为热敷 那不只是外用的电热器 或电档可以调制高温 那在内热源上也是 姜如果还不觉得辣或融的话 也可以考虑加辣椒粉 跟它混在一起外用 或是内服的话 也可以辣椒甚至加胡椒 然后一起熬煮 这样混合使用之后 姜的药性就可以油温转热 这也是就是如果对于一个急需寒 但它又能吸收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这样加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有时候你加了辣椒粉 或是花椒胡椒之类的 患者有时候太辣 根本不能接受 所以这里最后还是要强调 于患者能接受 我们看下面 所以最后还是有特别提醒 那这些外内热源 可以不仅可以外用于 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 我们的组织 也可以内用 来改善我们的器官 这些热源使用后 还可以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姜 我们刚刚讲的姜 姜粉 姜粉泥 甚至姜汤 这些是主要应用 那这些用法上 最好还要配合 一些其他的外热源 这里也举了一些 比如软贴 红豆袋 各种电热器等等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在生活中前面也讲过 还要配合 其他保健方法 也就是运动休息良好心态 来提升我们身体的 免疫力自医力 这样才能达到保命 及疗医疾病 但最后还是提醒法无定法 所有外逆热源的使用 我们还是应该以患者 考虑到患者能否接受 即使患者要求说他不能接受 比如说他觉得姜汤太辣 我们可以考虑加一点 比如说龙眼肝 甚至干草 甚至不用干草 龙眼肝 或是加红糖 这个也可以 还要考虑 这些加了之后 会不会使姜汤的温热性变成 就是变得甚至接近平温 那对患者改善的效率就不够大 这个都要考虑 所以除了患者 有时候要他们能接受以外 还要考虑病情 如果他的病情确实不能加 那我们就要跟患者沟通 虽然味道有一点辣 为了病情改善 有时候还是不能妥协的 这个一定 操作者一定要 仔细去评估病情跟衡量 然后来做出判断 这是外逆热源的补充说明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1.外热源 重病患者温敷时间可达24小时 至于居住环境 应保持安静整洁及空气流通 并且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为以 比如天气太热或太寒 可用空调调整室温 在临床上处理疾病症状乃至异常形态 可先于体伤位置 用温热水冲洗或电热器持续温敷 等皮肤温暖 再稍微用力将姜粉或姜粉泥 做大面积涂抹至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两到三遍 再用温热水冲洗后 以其他外热源 如电热吹风机、电热器、红豆袋等温敷 或不经温热水冲洗 直接用其他外热源温敷 温敷后再浮移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 解除体伤、所致之症状乃至异常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异常形态之癌肿瘤、肌瘤、硬结、肿块等 按推其周围找出的压痛点 常从破裂处或从原有窗口流出血液或组织液 此接触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也因如此 此异常形态才会消得更快 但窗口流出的血液或组织液必须用姜汤清洗干净 否则结痂会阻塞体内液体流出 以致病情反复延荡 甚至留下疤痕 简言之 处理窗口 除透过电热器外 窗口周围还可用姜粉或姜粉泥等温敷 然后配合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换处痛点 再用浓姜汤清洗从窗口流出的血液或组织液 处理干净后 窗口需保持干爽透气 避免使用纱布或保鲜膜等包扎 若病情严重 例如烫伤 毒液灼伤 干血 乳癌爆开等 每天可用上述方法多次处理 亦可在睡前将电热器或远红外线对准换处 保持安全距离 如此就能整意进行 总之 若无窗口可用姜汤姜粉姜粉泥处理 若有窗口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但若患者觉得浓姜汤太刺激而不愿接受 在不得已情况下 亦可改用淡姜汤或淡生汤或淡姜生汤 今天这一段外热炎大家看到有很多红字 有了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想还是要赶快跟大家分享吧 好 那我们就来介绍这一段外热炎 那外热炎它温敷时间可达24小时 这个前面都已经讲过 那还有居住环境要保持安静整洁空 空气流通 这个前面也有提过 所以就不需要特别介绍 那热炎的使用记得 环境会变成像现在天气变凉 那重病患者就要知道 患者每吸一口气如果含凉 都会消耗热能 所以室内的温度一定要调高 这个很重要 那夏天有时候太热也一样 也会过热有时候也会消耗热的 所以如何调整室温 让患者能够很温暖舒服 为最高标准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里就是今天比较重要的要提到 就是我跑的基金会 也是都着重在处理上 那这里也有提到 处理疾病症状乃至异常形态 这里就开始改了 可先移体伤位置 我这里加温热水冲洗 或电热气持续温敷 比如说患者要推就是涂姜粉泥的时候 一定要先让皮肤温暖 那要温暖的方式 如果在家里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用先用我们进去意识 先用温热水冲洗 那如果不用温热水冲洗 也可以把衣服脱掉 然后用电热气持续造个温暖皮肤 这样也可以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用 但一般如果在基金会 当然不可能让患者淋浴 所以一定是用电热气 电热气来温敷 使皮肤温暖 那如果在家里 我认为温热水冲洗 这个方法也很不错 所以两种方法都可以用 可以认醒一种 那等皮肤温暖 这里就特别强调 一定要稍微用力 将姜粉或姜粉泥 做大面积涂抹至干掉为止 我们原来是说要将姜粉或姜粉泥 均匀涂抹至干掉为止 但这里特别强调要稍微用力 而且把均匀也去掉 它重点不再均匀 而是你涂上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稍微用力 甚至有一点按推的那个味道 之前我也有教各位怎么样来 按推换处 比如腹部的按推法 那一定要稍微用力 涂姜粉泥一定要 四肢也是一样 因为这段时间 就皮肤我自己也有就是 比如说到处奔波 那有时候累到都 甚至一天等于十几个小时都没有 就是休息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严重热能消耗 那我自己只要严重热能消耗 脚踝左右附近就会有皮肤痒 我大部分会用热水冲洗 那冲洗的过程中 冲洗等皮肤热的时候 我就会用姜粉泥 然后局部的大力搓 然后搓了来回三两三次之后 再用温热水 记得搓完之后皮肤是很热的 你稍微烫一点 哇那个会很灼热 所以一定要交代患者那个温度 以他人接受为主 然后有一点点灼热 然后把它冲掉 然后冲掉之后 再用毛巾擦干之后 然后再用电热吹风机 再把它进一步吹干 也让热源直接进去 那这样处理完 我整晚睡觉都很香甜 也没有什么皮肤有什么症状 所以大部分我这样处理 效果都非常好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以前也有当兵的时候 早期二三十二十几岁那时候 皮肤也常常有 因为大家居住在一起 有时候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卫生的问题 常常会得到皮肤病 就是戒疮类似这种 每次痒起来是受不了 那现在因为有原始点 我对这个皮肤痒也就不怕 知道怎么处理 那这样处理的效果非常好 那有一次刚好志工就 有一个皮肤蛮严重 我看他整两只腿都起了红疹 看起来有一点像戒疮 那很痒 那很痒 他自己也照我们的方法 涂姜粉泥 那来回也是三遍 也是有用电热器 这些先电热器温敷 然后再这样来回三次涂完 然后涂完之后 他还有用保鲜膜再把它包裹 然后甚至还有用外热炎 比如说红豆袋或是怎样温敷 但效果都不好 那效果不好也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多吧 然后因为处理不好 刚好我那时候都常常在基金会 之前他们比较不容易找到我 那他就来问我 我看到他这个情形 我说我就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这样均匀的涂 他说对啊 那涂也是照这样三遍啊 但也有包保鲜膜 但好像一点效果也没有 我就说你的问题最大的问题 不是出在保鲜膜 也不是出在说电热器温敷 最主要是涂姜粉泥的 你把它涂均匀 但你没有用力搓 也就一定要用力搓 到底用力到什么程度 每个人不一样 我那个按推当然那个用力 还不至于像我们的按推 拿手肘这种按推的那个力道 也不大可能 只是有一点像舒缓大力压 压进去 然后再搓把它搓到干掉为止 那这样才算一遍 然后第二遍第三遍也是这样做 那这样搓热之后 皮肤就会有热热的感觉 那热起来那个甚至有灼热感 会取代痒感痒就不见了 我说这样是最快 我说你就是很均匀的照一般的力量涂 那个效果都不好 所以我那一天就稍微示范也教他怎么用力涂 那他回去就照做 那我特别强调我说不要用保鲜膜包扎一定有效 那他也照我的方法做后 隔一间他又来基金会 那来基金会之后 我就问他 你昨天皮肤怎么样 哇他说都不痒 效果非常好 而且又简单 因为他也不需要保鲜膜 所以这一件事我也认为 因为我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 因为自己也在做 我也觉得不需要保鲜膜 保鲜膜包起来还蛮闷热 但对皮肤痒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好 我自己有试过 所以我也很清楚地告诉他 然后果然也是照我预期的 他就恢复 那刚好隔一天 礼拜天来了十几位患者 那其中有几个 有四个都是有关皮肤的 而且其中两位是特别严重 两位一个是皮肌炎 也就是西医说皮肌炎已经没有药可以治 然后他常常很容易破 皮很容易破掉 甚至他还有植皮 那全身也都是痒 他已经 西药也不能控制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刚好跳蚤 他去租屋 结果里面有很多跳蚤 他不知道 结果被摇到全身是伤 尤其是两腿 接近就是生殖器附近 那你被摇得遍体鳞伤 蛮可怜的 那他也是去找西医 已经一两个月 也有找过中医喝中药 当然是没效的 所以他最后是想到原始 有人提到原始点他就过来了 那那一天 这两个是我印象最深刻 那其他当然还有一些皮肤病 他们都说多严重多严重 那在我看完那些都小问题 那这四位处理当下都有效 而且痒立刻缓解 那包括皮肌炎的 隔一天他还有来说 那已经隔了24小时 他打来问说那姜 薑粉要不要冲掉 他还舍不得冲 那我们志工就问他 那你皮肤还痒不痒 他说不痒 你看我突然到他 隔一天打电话来问基金会的时候 已经超过24小时 他还是有效 也就是他还是不痒 那另外这个跳蚤咬伤的 当下他也就是非常高兴的 他说哇西医处理 还没有办法让他立刻不痒 这个一下子就让他全身 马上很舒服 他说已经一两个月没有这种感受 哇非常高兴 那他差不多隔一两天 两天后来 他跟我们讲说 哇这个处理完 他这两天轻松很多 那表示这样的涂法 哇他已经获得很大的改善 他说有一些咬香的部位也开始好转 所以我那一天处理这几个重病 还有跟志工讲之后 我回去不断的思维这些问题 我说当时候我们要用外热源 姜粉泥涂大面积涂膜 然后涂膜均匀干掉 如此来回二到三遍 还要用保鲜膜 那保鲜膜还要再加外热源 那我就在思考 我都没有用保鲜膜 那保鲜膜的用意是在 什么情况下 为什么当时候要用保鲜膜 就是我们涂姜粉泥 怕它很容易外热源就是干掉 然后热源就发散出去 我们当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希望把保鲜膜包扎 那这个姜的热源不要散发出去 就直接往皮肤里面 由皮肤吸收而渗透进去 这样来达到我们 让热能局部的热能不足可以改善 但好像效果不好 就像我们的志工 他也做了一个礼拜多 也是照这样处理 皮肤痒也没有好 那反而我不用保鲜膜 就是用我平常这样的方法 热水冲洗 然后再将涂用力去涂姜粉泥 那涂完涂到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三遍 然后再用热水冲掉 然后再用电热吹风机吹 而他也是不痒 根本也没有用到保鲜膜 所以这样说来 你如果说到你用一般涂菌银干掉 然后保鲜膜就把它包涨 事实上干掉皮肤已经很难 把姜的热源吸收进去 事实上胜负关键就是当下你有没有 就是先把皮肤的温度 让它可以用电热器或温热冲水 让它的毛细孔张开 让热源容易进去 这才是第一步的重要关键点 而不是涂抹之后 电热器稍微温敷 然后姜粉泥涂抹 好像应付应付涂抹一下 然后就把保鲜膜包扎 这样它干掉一样 热源吸收不进去 所以羊也没有效果 它不能生透进去 所以重点是 先就是工作一定要先做好 就是外热源先温敷 或淋水淋温热水的时候 一定要让毛细孔张开 这样搓才有效 而搓的方式 不能只有用涂均匀的力道 事宜要以用力搓的力道 稍微用力搓 那这样热源才能进去 所以这一部分如果做得好 那再配合后续的 再用温热水冲一下 把它冲掉的过程中 因为留在皮肤 然后怕姜粉干掉 然后还要用保鲜膜 这一道手续就可以绵了 因为当下我们已经让热源 这样大力搓的过程中 热源已经渗透进去了 效果已经持续发挥 那如果你没有大力搓 那热源停留在表 皮肤表层 那这样即便包扎 效果也不好 即便后来再用红豆袋温敷 皮肤的吸收 对它的吸收 也不会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所以后来发现这几位患者 竟然没有保鲜膜 去掉这一道程序 就照我们现在改的这个方法 通通有效 而且连皮肌炎 这个中西医都很难处理的 我们竟然就这样处理好 当然不会它一次好了 这个要长期再追踪 但当下你看它可以24小时而不痒 那比吃西药或是敷药都效果还要好 他吃药 他的时间也很短很快又痒起来 他皮肤又持续干裂也不舒服 那痛苦是很难以言语的 那翘早那个更不用讲 他说西药处理已经一两个月 根本都没什么效 所以已经在陷入困境下 来到基金会才获得改善 患者那个喜出望外的心情 你们可想而知 哇他一直感谢我 这个情形下我就回去思考 那这样说来 我们的保鲜膜是不必要用 因为你要让保鲜膜最主要用意是 涂在上面的浆粉 然后把它包起来就是让热盐能渗透进去 但你已经用力搓了 然后热盐也渗透进去了 还需要它干掉 然后用保鲜膜嘛 所以这一个几乎就可以 我已经就可以把这些归纳出来之后 确定就可以拿掉 这里就是最主要就是把再 进一步把外热盐的使用简化 也就是我们的保鲜膜 根本是不需要再使用 前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也就电热器一定要温暖皮肤 姜粉泥在涂的过程 姜粉泥一定要温温的 温温热热的这样涂才会有效 不要凉掉 然后就涂在重病患者的身上 是不能这样用 这个过程中因为我都常常跑基金会 还有遇过几个比较特殊的 有一个患者就是去检查 又肺缩有节节 他因为前身酸痛 西医就帮他打松拾剂跟止痛剂 一打不得了 他前身就开始怕冷 非常极度的怕冷 整个腹部就脏 走路就变成无力很沉重 大病也拉不出来 就完全没理了 来的时候情况也蛮严重 我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帮他处理 结果处理完 隔天他再回来 他就跟我讲 哇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恢复 但他已经感觉到手已经开始有力了 本来是前身无力脚也无力 然后他体力已经正在慢慢恢复 只一天的时间 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这个细节上变得很重要 这里我认为是原始点的外热炎的使用 又是另一个突破 而这一个突破你看 在脾肌炎也好 或是跳蚤也好 或是红斑性囊床也好 我们这样来想 以后都要用稍微用力涂啊 甚至附水也是一样啊 不是只有轻轻摸一摸 然后把姜粉泥涂均匀 还是要有一点力量进去啊 这样热炎才容易渗透进去 效果才会好 以此类推很多处理方法都是一样 好那这个让我也蛮兴奋的 我说这样原始点 又可以进一步简化 因为这一段在实际操作上 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用保鲜膜 好我们再看下一面 那如果你是在家里用热水冲 当然可以 但在基金会没办法 这时候就是以电热器为主 把皮肤温热再涂 用力涂姜粉泥 来回三遍 三遍之后 你再用看是电热吹风机吹 或电热气风 或是红豆袋温敷 这些都可以 如果是在家里 也可以在经温热水冲洗后 再用这些电热器 好那这样温敷后 如果他有差处体伤的症状 或是患处体伤 我有必要再按推的时候 我们再按推 重病是以热炎为主 按推为主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要解除 体伤九肢之症状 乃至异常形态 好这一段就是 几乎做了一些重要的 重新写 有一点重新写 这样把保鲜膜 还要怕流汗啊什么 还要加厨房参止剂 这些都拿掉 那这样大家操作 也就变得更加容易 而且效果又好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后面的几乎就没有什么改 我念一下 只得注意的是 对于异常形态之癌 肿瘤 肌瘤 硬结 肿坏等 按推其周围的压痛点 常从破裂处 或从原有窗口流出血液或处置疑 此接触体伤修悟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也因如此 此异常形态才会消得更快 好这里稍微又有一点修改 但窗口流出的血液及阻滋液 必须用姜汤清洗干净 我们之前也有放一个案例 比如他就是因为摔破碗 足底不胜去踩到碗被割了很严重的足底伤 他用以前的姜汤清洗 他又用姜粉泥敷在伤口上 结果一个月 足底伤口不但没有好 而且连整个脚背都肿起来 如果以西医来讲就是又感染 情况又是恶化 这个患者有回来 经过我们现在这个方法 把他窗口清洗干净 叫他怎么清洗 足背我们也按换处痛点 就是在足背 隐状肌的部位 还有脚排的部位找压痛点 那这样按一按 他脚很快就消了 经过两个礼拜这样正确的使用 脚就恢复得很好 这里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 这旧金山的这个案例 让我们知道 这些流出的血液或阻止液 必须清洗干净 这里简言之就是 处理窗口透过电热器外 窗口周围还是可以涂 比如说乳癌爆掉 爆掉的伤口当然要用姜汤清洗 周围没有爆掉的位置 甚至在爆掉的附近周围 离开窗口外面外围的 你还是可以涂姜粉一样 然后大力按推温敷 配合按推原始痛点来自患素痛点 我们看下面 再用溶姜汤清洗 从窗口流出的血液除之一 处理干净后最重要的就是 窗口需保持干爽透气 你看有如果照就有方法 有时候窗口直接涂姜粉泥 把它封住了 反而烂在里面不容易好 窗口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 也避免使用纱布或保鲜膜的包扎 写到这里来保鲜膜几乎不用了 我们也几乎很少用到纱布 有窗口的时候几乎都不用 不要说几乎了 根本是不能用的 病情严重 例如烫伤毒液灼伤 甘险乳癌爆开等 每天可用上述方法多次处理 好这里我就不再解释了 好以下的大家自己看 我们看下一页 一可一睡前 好这里最后的结论就是若无窗口 你姜汤姜粉姜米都可以用 但是如果有窗口 窗口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这已经算是定案了 不能再把伤口用姜粉或姜粉里把它封掉 这样的结痂最后效果都不好 好其他的大家看一下就好 最重要的就是我说 这个外热炎今天的课 我认为是特别重要 这个外热炎已经把这些细节都改进了 而且变得更直接了 你看连脾肌炎这么严重 西医都没办法处理好 还有跳蚤 这两个案例来讲都是全身性的 那我们这样用姜粉泥还有一些外热炎怎么涂 这些只要做好就能够当下缓解 我说这些都是西医跟中医的瓶颈 竟然我们原始点已经把它突破了 而这一小步 这些都是很细微处我们把细微处都改进 这样的进展对医学的贡献却是巨大 你看这些患者太多了 现在的医学是真的还没有办法 包括脾肌炎西医医师也是跟他讲的 这个西药是没有药的 是好不了的患者都很沮丧 跳蚤那个也是一两个月处理也是不好 他已经快绝望 就这么处理就可以解决得了 伤口的问题现在在处理下也加速 我觉得在写这一篇外热炎的时候 我的感触很深也就是全球志工的努力 也让我很快速的在写书的过程中 很多我就能够理解了 再加上去基金会 因为我书写成了之后 对于一些处理归纳 我就会变得很快也比较敏感 几个处理完之后 我已经就想通了 原来保鲜膜的用意 是因为怕浆热炎外散 如果你已经进去了何必怕外散 甚至我已经把热水都冲走了 还是有效啊 我整晚还是舒服的 重点是怎么样把热炎弄进去 让皮肤可以快速吸收 可以立即改善热能不足 那进去了就已经改善了 还要想它留在表皮 还要包包吗 这个已经变成多余了 这样的效果又比原来好 我觉得外热炎的使用 确实进展的蛮快 这个对医学是很重大的一步 你看如果以中医一针二揪三用药 你看揪就是外热炎 外热炎是排在第二 外热炎我的感觉 以原始点的角度 外热炎的使用 有时候会比内热炎还要重要 你看轻重症 它根本不需要 喝溶浆汤来改善体质 我们前面有讲 你只要局部加强外内热炎就好 局部就可以 就很明显局部的外热炎 又懂得进一步更细腻的处理 那当然很多一些医学没办法处理的病 我们都能够很快速的解决 好我们今天的课 就暂时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案例的分享 胆管癌案例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未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日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日 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后 首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后 脚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 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后 红润正常的手 半年前 变形的脚及指甲 半年后 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 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江水按推温敷 运动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 还是到原始点的 推广点报道 现在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 发明原始点 造福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 为他服务 一年多的 无私奉献与爱心 2017年9月 后续追踪 2014年2月 开始做原始点至今 坚持运动 身体越来越好 挺好的 对 好 最重要是运动 运动 运动 全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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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梁 我14年患了癌症 脚和手都黑 我来到原始点 帮我治疗 我现在 这几年都没有复发 很好 我好多谢原始点 对我的 医疗 好多谢 谢谢